我就去找小禹她吧 我看小禹她吧 我揍死她 你要是敢这么做就别让我这么女儿 你们怎么乱搬我东西啊 这种个人隐私 你行吗 老总总 你干什么 你急什么你 什么叫我们乱搬你东西啊 你上次参加更兵见面会 我就没中说你了 请你把你的时间全浪费在这个上面了 这什么破东西啊 乱七八糟写的 破东西 浪费时间 你们眼里说 成绩还有什么 出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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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 出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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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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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老张把小禹送出国 小禹不高兴 是吧 这同学之间她写的小故事 都得开心开心 不是 这人之常情 他们就讲 讲义籍重感情 这好事啊 方多多 你要是不把门打开的话 我告诉你 我就去找小禹她吧 我看小禹她吧 我揍死她 你要是敢这么做就别让我这个女儿 现在出三了 学习压力那么大那么紧张 你这写东西耽误 我都说了不想提这件事啊 你真说是吧 现在你们满意了吧 你这对爸爸什么态度呢 你对爸爸是不是有基本的尊重要有啊 尊重 好 要不尊重你们 请你们告诉我 你们除了尊重 分数还会尊重是吧 我在你们眼里就是个分数机器 方老头你可以这么跟你爸爸说话吗 每年一个招呼点一个唱白了 这就关心我了 你们这是虚伪 我这每年过都一样了 突然今年就什么都变了 青春期来得可以吗 学习学习学习 除了学习还是学习 我看见爸爸都放个丢了 你有什么理由跟我喊 是妈妈以前不同意你养狗 每天妈妈下班回来以后 累得跟狗似的狗在遛我 谁给你买的狗粮 谁带狗狗去做美容的 所有的一切打扫狗窝 都是妈妈干的 是妈妈在养 狗狗丢了妈妈眼心头 你不能这么乱发脾气 冷血 你我冷血你也冷血 你给我出来 出来 好 好 好 都不许去找了 把一个狗命都不要了 爸 你贴这个吗 我觉得你这写的挺好 你看还挺好玩 我就给它沾上给你留下来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让你让妈妈生气的 就是想让小鱼儿拍心点 来吧